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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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正知道》了 韩国瑜在议会回答什么是自经区 结果几乎是成为笑柄 那么后来他又自己搞直播 然后他认为议员是在为难他 刁难他 当然这样有时候看出他到底是什么程度 但是他到底对高雄的市政了解多少 那么有没有深入 另外他讲说国具要去高雄投资 他说那是他的政绩 那我们今天来看那是不是他的政绩 为什么那个金额会碰到十倍 那小英对于自经区为什么反对 今天我们要把它搞清楚 因为网络上现在去搜寻自经区 那超级大暴涨 除此之外 这个郭台铭 那郭台铭我们今天会给大家看的一个袋子 是他在中国的公司 鸿海集团 有多少人必须要集体宣誓对共产党的效忠 那么郭台铭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不晓得台湾会有多少人同意 不过很少见的是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 斯图文写了一篇评论郭台铭的文章 我觉得写的非常的算火辣 那为什么他是这样观察郭台铭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郭台铭说有特定的媒体攻击他 见缝插针 他说的是对一个媒体 为什么那个媒体要这样子的攻击郭台铭 两边到底有什么样的恩怨情仇 我们最后会看到这个小英 小英说在这个下半年 台湾的经济会大爆发 那为什么会有大爆发 因为他有提出非常多的基础 他去到基杉 这个很多人很欢迎他 可是他说 他拼改革结果得罪很多人 那我们也会看到这个赖清德 他在台南的府城的活动 因为民调里面到底要不要纳入手机 这个事情两边僵持不下 这个事该怎么解决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第一位是民进党的立委 那也是民进党政策会的执行长 刘兆豪 刘委员 红一哥 大家好 另外邀请到的是台湾师范大学 政研所的教授 范世平 范老师 红一哥好 大家好 以及媒体人钟年晃 红一好 大家好 另外是国民党高雄市议员 黄绍庭 黄议员 红一好 大家晚安 非常欢迎 另外我们邀请到的是 英国牛津大学 这个毕业的国际关系的博士 是汪浩 汪博士 大家好 汪博士很值得介绍一番 汪博士是在上海出生 然后他现在拥有英国籍 那在台湾他娶台湾太太 已经在台湾住四年了 那是你家问他说 台湾好不好 他说很好住 多好住 很方便了 这个东西也好吃 人也比较友善了 那最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同班同学 是最近成为日本的皇后的 雅子皇后 他的同班同学 那台湾关系就拜托了 OK 好 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 韩国瑜跟时代力量的 这个年轻的议员 至今区 他答复了情况 让韩这个议员 这个翻白眼 来我们来看福西 我们现在不止这个 我们是希望 人流金流 法规 教育 医疗 都能够松满 那你就告诉我 所以这一条 是会跟马征服的事情一样吗 也就是说 大陆人民来台 可以申请商业拘留 是吗 我们 那我们请副市长回答好了 感觉副市长比较熟 黄议员 这没有矛盾啊 因为师傅你所关注的焦点 一直在打 那具体上要什么吗 当然是高雄要什么 高雄要发财啊 对不对 天哪 市长 我们知道我们都要发财 但是具体上 你要开放什么东西 什么项目 或者说现在有什么限制 你要现在告诉我啊 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个 不是说高雄要发财这么简单 就可以胡乱过去 总目标是高雄要发财 这个都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希望往高雄发大脚的目标 那具体上你要做什么吗 这个资报区是其中之一 好不好 谢谢 市长 你真的懂资金区吗 当然有概念 怎么会没有呢 那为什么我刚刚问的问题 你一个都回答不出来 因为你 我们想知道具体上资金区包含什么内容 我们可以知道哪些人可以进来 哪些品项 或者是说哪些产业 会进到这个资金区 跟原本的差别是什么 黄元 因为你一直导向马政府时代的比较 我觉得你一开始已经先入为主 所以我不太愿意 那我们现在不谈马政府吗 你直接告诉我你要什么 好不好 在议会有议员的问我 那你要怎么升榜 你怎么讲的不清不楚 其实身为市长 很多事情是分工授权 我只是反映高雄的经济 要脱胎换 如果行政院愿意选一个点 来做自由经济贸易局 拜托 选我们高雄 就像我前市长陈菊律师 他也提出高雄需要自己选 前台湾市长 那行政院建议也提出 希望台南成立一个自由经济贸易局 今天我刚刚问的是 我也要提出来 高雄这个资金区 是高雄一个脱胎换育 非常重要的好机会 那议会的应援 如果是正式的咨询 我完全接受 我们市政府要改 一定改 如果议会是刁难 纯粹为难市政 完全没有必要 为什么他会认为这是刁难 那我曾经我有一个好朋友 跟他是小学和中学同班同学了 就说他小时候就是一个不爱读书的学生 那我想他到现在还是一个不爱读书的官员了 所以你会发觉他整个一个一路下来 他抓到一个概念 然后他就喊一句口号 但是这些口号底下怎么落实 他相关配套的政策是什么 提出这个口号的这个触发点是什么 他实际上都没有做很好的功课 也就是说他的这些口号实际上是很难执行的 所以他才发生了这个情况 就是说他高雄市长当了四个多月 但是他就任前提出的高雄的14点 市政方案几乎都没有办法落实 像太平岛挖石油 像什么高雄人口500万 像这个跑马赌钱 还有那个什么爱情摩天轮 总而言之他经常就是讲 我觉得他还是蛮有创意的 经常能想出一些很有创意的奇怪的想法 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鼓励的 我觉得他应该进一步的提出更多的有创意的这个点子 但是你作为一个市长 你提出这么多有创意的点子 你还是要先做好功课 要有一些具体的这个政策的研究讨论 当然了他也运气不好 因为他碰到一个蔡英文 那大家都知道蔡英文是一个政策控 他喜欢把政策研究的很详细 很具体 可以跟林全一个具体政策讨论 三四小时经常发生这种状况 那韩国瑜可能是正好相反的 他完全不愿意跟底下的官员做讨论 也许底下官员帮他准备的资料他也不读 然后现在被议员咨询了 他才临时叫官员说 你去把资料给我找来 找了他可能也读不进去 所以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对话的误区 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问题 你觉得如果他这样的心态作风没有改变 四年后他能交出什么政绩吗 我觉得他马上就要选总统了 所以他根本不在乎四年以后有什么政绩 你觉得他会出现吗 他出不了线他就直接政府宇宙了 所以也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那我请教一下刘委员 你觉得资金区他到底不在乎 从这两天他在议会的寻达 还有他开的直播 我相信至少到这一刻为止 他关于资金区的相关的概念 方向跟他的内涵 应该了解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 我相信不然以他的表达能力这么好 那天黄杰议员问他说资金区的概念是什么 要限制的项目是什么方向是什么 他大可利用那个机会 因为大家不要忘记了资金区的设立 这件事情是国民党立委 在立法院积极的来配合韩国语 说要来推动这件事情 所以显然是他发大财目标里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项手段跟政策 怎么可能说你在就算再怎么分工授权 但是身为一个首长 你当然很清楚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不是要求首长你去背那些程序 说如果通过的时候哪一些 你是可以背一些数字上的这样的程序 但是至少对他主要的概念跟内容 他的股价你一定要很清楚 大家还记得在去年 他跟陈吉迈的市长的辩论 大家也想知道说你那个市长的辩论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过那天的表现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就说显然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高雄市政是非常的庞杂 他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消化 这是一个一个 第二个可能他态度上不够专注 也造成说他在那一段辩论上 你会发现他的准备是远远不及成其迈 那同样的道理我们看资金区这件事情 从他当选到现在他把这个立委他非常重要的一项发大财的政策 那显然他已经他自己也说他那个高雄市有很多的学者专家 那我们试问他为了这个资金区召集这个学者专家 他自己参与的会议听取大家跟他所有的简报说明 他总共召开几次 我相信他也许次数是等于零也说不定 他只不过认为说资金区 他把它认成一种政治上的操作跟原语言 包括我们刚刚看了他的直播 他认为他在议会 我相信他也认为说他在议会的表现 坦白来讲是远远的不及格 被一个26岁的新手议员 人家其实也没有刁难他 他是给他机会说 他说如果是正式咨询那就OK 可是如果你是故意要刁难我为难我 那天没有任何刁难 那个议员在 那是不是正式咨询 他当然是咨询 不然他为什么要在场 如果不是正式咨询 市长根本就不用在场 市长可以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论调 他怎么会认为他是在为难刁难他 我认为他如果他的逻辑很简单 如果他答不出来就别人认为在刁难他 他也原本以为说他发大财这句口号 市长也可以扣发大财就算 所以在议会也可能 很有可能他认为就是说 我只要一直讲发大财就可以处理任何 反对党的议员的质询 那没想到这个冲击非常大 因为透过网路大家看到 大家都害讨 其实我们在上个周末周日的时候 大家最大的小一点是看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黄姐的这个质询 他翻白眼 然后黄一眼又长得非常的年轻可爱 所以也造成这个一个卖点 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黄一眼连翻白脸都漂亮 第二个就是高雄举办的春天那海 到底是 我看到大家开多很多空照图 影片等等 大家就把这个笑话 然后到一个讨论的议题 所以他想要亡羊补牢 要赶快扳回一层 所以他开了一场直播 但是我们必须想非常一样 我们看看在直播的片段里面 他当然现在要把陈菊 把赖清德等等 他把它一起拉下来 但是他还是没有具体的说出 他到底他心目中的资金区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他应该要说清楚 不过讲实在话 真的感谢韩市长 也因为你的答选是这样 所以现在台湾人 真的都很想知道 资金区是什么 这是资金区的搜寻 请大家看资金区的搜寻 兵凶席大概是躺平的 大概是躺平的 忽然之间 5月3号的下午11点忽然拉起来 不过这个很严肃的事情是这样 小英总统5月6号他今天回应 小英总统今天说 不能让台湾货跟中国货分不清楚 就是他反对资金区的原因 小英说 昨天美国总统川普宣布 本周五将把2000亿美金 中国产品的关税提升到25% 如果这项政策没有转环 他的冲击影响会震撼全世界 小英说台湾最核心的策略 就是让台商把生产基地 从中国移回台湾 用台湾货 而不是中国货出口 才不会受到高关税的影响 小英说 他坚决反对资金区 因为提出这样想法的政党 跟地方首长 寄望的就是和中国绑在一起 把中国货在资金区转一手 变成台湾货 小英说 说要从进口中国茶叶 加工变成台湾茶 一般史说要进口中国茶叶 然后来台湾加工 高雄加工 然后变成台湾茶 让台湾制造跟中国制造分不清楚 这不但影响台湾品牌的信用 也将台湾置于美国报复的风险 来那我请教一下 范老师 你怎么看韩国瑜 韩国瑜还是有贡献的 让我们终于知道什么叫资金区 对经济学的普罗话来讲 大众话来讲 他是有贡献的 会不会他的目的其实 用心良苦 来宾点唱用心良苦 但是我觉得他上礼拜的反应 第一个 其实你不知道 你就叫你的其他的 金发局局长来回答 你叫叶匡时回来 可能还比你好一点 因为这里没有那个知识 然后在那边 好像一个像那个电动玩具 弹下来跳下来 弹下去 一直一站 一坐一站 一坐一坐 弹起来弹去的 感觉很滑稽 那你回答的 完全不着边际 又没有内容 当然这件事情 其实当然最大的受益者就是 黄杰黄议员 他成为 立刻就打败了 几乎快说 可能打败高家瑜 颜值高 又有智商的 你怎么用高家瑜来比喻 因为有人发觉 原来还有一个 跟高家瑜 并驾齐驱的美女议员 那现在在高雄发现 本来大家不太注意他 而且他表现得很自然 很自然 天啊 师长 现在连他高中的照片 熊女的照片 台大的这个工卫系的照片 全部都被这个 那学姐怎么办 学姐没办法 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觉得这个社会是现实的 那这个湘民现在立刻有新的 新的这个发现的目标 不过 我觉得这也很好 刺激我们的女性从政者 你不但要颜值 而且要脑袋 所以学姐也可以 买一个经济学的 经济学概要的书 还好来研读一下 但是我必须要讲 其实这个东西 小英讲的一个重点 我觉得现在中国 在搞一个大阴谋 透过这个至今区 其实就是为什么 小英讲的 小英讲的其实是 我觉得是非常清楚的 用很简单的方式 就是怎么样 现在made in China 已经是被 美国视为是要制裁的对象 我们刚刚讲过 上礼拜 川普基本上 已经是要跟中国 不跟你谈了啦 你不要跟我讲那么久啦 我就是要加关税 2000亿美元的商品 从10% 要增加25% 另外3250亿美元的商品 直接从零关税 要提升到25% 这是很可怕的 表示川普现在已经不用 你刘鹤不用再来了 所以现在 中国的商品 made in China 是一个不好的名字 那我现在来台湾 腾龙坏鸟 变成made in Taiwan 那这个资金部 他的价格就可以提高 而且他就可以享受低关税 而且美国不会制裁他 现在什么国家受害 香港 香港在4月11号 美国的商务部 对香港的6家公司 列为危险名单 总共香港已经是美国商务部 第一名 有多少家 64家 是美国列为危险名单 等于是拒绝往来户 不准跟64家公司做生意 不准跟64家进行各种高科技的技术移转 而这些公司都是跟中国有紧密关系的 所以现在中国发觉 香港这个地方 我已经不好玩了 我也不想玩了 因为香港已经 因为香港被中国一国两制 变成一国一制了 然后他决定又有什么逃犯条例 要把香港人可以直接移送到中国去审判 他已经要把香港新疆化 这个这样来做个管理了 所以他现在找个新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什么地方 台湾 所以他台湾 所以人家说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其实不对 地理又近 对 今天应该说今日台湾将成为明日香港 台湾变成取代香港了 那你这个资金区 你可以金流物流 你可以畅通 中国的资金就可以源源不绝进来 然后洗钱 香港台湾的地位 真的豁出去人进来 豁出去 谁发大财 就是那资金区里面的中国投资客 帮大财 另外你 第一个资金区还有一个 可以大量的开放外籍人士 所以他会引发台湾劳工的失业 可能未来的外劳 我可以用比现在价格 腰斩一半的价格 我可以用特区的方式 我们现在是比照我们的 劳工的基本 我未来 例如说越南现在平均薪资 是7000块台币 我们来台湾 变成2万 等于差成3倍 2万多 但是我还有给你 1万4就好了 当然这个对企业组来讲是好 可是对于劳工怎么办 台湾劳工更没有竞争力 基本工资现在一个月是2万多 还有还要开放的是专业的白领 例如说会计师 例如说律师 那以后这些人 我就在资金区 我开个律师事务所 那你台湾的律师 你台湾的会计师 你打不过他 不好意思 方老师请教你 你这些事情是 因为韩国瑜这个事 才去了解的 还是本来你就知道 为了面子 我必须要想 我以前就知道了 我意思是高雄市议会 搞不好你去那边打选 好像比较了解 但是我实际上 我本来知道比较模糊 最近这两天 因为被韩国瑜刺激 他不能怪你 他是市长 他要花推动资金区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你看到 韩国瑜到了香港去 要他去进中年办 这什么意思 当台湾要被人香港化的时候 你就要了解 中年办的扮演什么角色 为什么松楚瑜去香港 要去进中年办 过去中年办是隐身在幕后的 现在中国已经把中年办 堂而皇之 用台湾的土地 囊入中国的利益 对 所以为什么韩国瑜说 要把高雄变成小香港 他有没有讲小香港 就台湾要变成香港 透过这个自贸区 然后让中国的资金源源进来 然后把台湾 我觉得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 美中国的一个大的战略 就是弃港赴台 弃掉香港来到台湾 但是我必须要讲 这对台湾来讲 是一个很危险的 那我必须要讲 等到台湾被他用烂掉之后 他又变成第二个香港 他就去找别的地方 那这个台湾会变成被美国 甚至被美国视为是制裁对象 OK 我觉得这个是很严重的 好 这是今天自由时报的总编辑 周景文写的文章 周景文说 这几天社会上热议韩市长在议会 就自禁区达巡的表现 文者无不为之捏一把冷汗 其实我是捏两把不止一把 他说新科议员年轻认真的面庞 哪里有韩总所说的刁难呢 到底韩市府的制裁区简报是谁做的 怎么会让韩总一个人处在背询台上 受辱这么久呢 国民党盛传一个叫杨建刚的 是撰稿的灵魂人物 有没有这回事呢 黄杰议员你不妨 这个英提在世 下回问问市长 他说一个漏网的八卦新闻是 这位杨建刚啊 看到韩总连背几句应付小女声 都背不出来 私下不禁告诉一位本土派说 真丢脸 意思是他有点传 他不是没传 这是他不满 他说此一笑话已经在党内传开 所以如果要上证件会 甚至辩论会 韩若继续背书插进 一路狂乎花大财 怎过得了关呢 意思就是什么 你现在就这样 不要再辩论 再证件发表会 你过得了吗 那我想请教一下黄黄 真的是杨建刚这样的人 帮他弄得了 是谁帮他弄 我不敢确定 但是一定有人帮他准备 因为这一题是韩国瑜 你在选举的时候提出来的重要证件 所以这一题在市议会的质询 一定是必考题 这应该所有的幕僚都评估了 这一题一定是必考题 而幕僚一定会帮市长准备资料 那就看你市场你有用心没用心 你要不要把资料 看完之后 然后做一些消化 当然我们不会要求你 就像我不会要求韩国瑜说 你把高雄市所有的里长名字 都背一遍给我听 但是高雄市有几个里你总要知道吧 你做市长的人没到里 这个一定会知道的啦 搞不好他真不知道 这我就不确定 但是我必须讲一下 从韩国瑜的资金区到叶匡时的自贸区 叶匡时还故意讲 他说我是故意把它证明为自贸区 其实我跟你讲 这实在很可恶了 资金区跟自贸区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自贸区叫自由经济示范区 自贸区叫自由贸易区 其实现在高雄港里面就有自贸区 而且根据这个媒体人黄创夏他查的资料 高雄港的自贸区到去年11月底为止 他的贸易额是748亿 是历年新高 本来抖自贸区 这没什么了不起 自贸区在高雄港现在就有 而且黄超夏还亏一下韩国瑜 他说你韩国瑜不是签了53亿 卖水果MOU吗 这个自贸区去年一年 是你MOU的14倍 好 这是自贸区 所以自贸区跟自贸区是不一样的概念 然后自贸区这个概念是不是创新 错 早在李登辉当总统 肖万丈当行政院长时代 1990年代的末期 当时国民党曾经提出一个叫做亚太营运中心 其实这里面就有自贸区概念的雏形 一直到后来马英九执政之后 他们曾经也提过自贸区 但是为什么当时是 国民党在国会过半说 为什么国民党不敢让他过 是因为自贸区的冲击过大 他大到是很多原本支持 国民党的企业界人士 他们都跳出来反对说 这样不行 这样就台湾会抖起 尤其是台湾跟中国的经济体差这么大 他的很多缺点 刚刚范老师都讲过 我就不再赘述 我这边就举一个例子 这是去年发生在越南的事情 大家看一下这篇报导 这是外南的媒体 写越南文大家看不懂没有关系 但第一个英文字你看得懂 FOMOSA 这是哪一家 台树 台树在越南有个钢铁厂 应该知道 他这里面内容写什么呢 有一个好朋友把它翻译成中文 简单来讲 记不记得去年美国对于全世界 请销美国的钢铝 科反请销的关税 他这里面就写到 越南的钢会不会当作中国的钢代替 会不会科以量 百分之百五十六的法管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调查发现 越南台树这家钢铁厂 它是进口中国的钢 然后把它贴一个产地 洗一个产地之后 假装是越南的 就卖到美国去 然后利用美国跟越南之间的自由贸易 享受那种低关税的优惠 后来美国的官方查到之后 他发现 你卫山内部 你这个根本是假的 你整批从中国进口 到我越南的钢铁厂里面 洗一个产地 然后外销到美国去 说我这是要越南制造 事实上它是中国制造 百分之百中国制造 所以它被科以这么重的关税 百分之两百五十六 资金区的下场是什么 将来就是大量的中国的农产品也好 或是接近百分之九十的工商业产品也好 它到我们的资金区里面 洗产地之后 Made in China变成Made in Taiwan 然后外销到欧美 外销到全世界 没被发现也就算了 一旦被发现 不只原来那一批会不会科惩罚性的关税 同类型的产品 到时候一定都会试你说 你这个 我哪知道你哪一家是真的哪一家是假 我通通把你视为惩罚性的关税 那时候台湾的产业受得痒吗 所以这个对台湾的产业影响非常之大 绝对不是韩国瑜讲的说 这样可以这么大宅 而且叶匡匡举了那个荷兰 那个知名品牌那个茶叶 叶匡匡真的是 他讲的是利盾红茶 就利盾红茶 他说荷兰没有产茶 可是为什么利盾可以卖到全世界 叶匡匡匡你忽略了荷兰的历史 荷兰在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 有一家公司叫做东印度公司 荷属东印度公司 荷兰曾经在有一阵子 曾经统治过 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总部 以前是在印尼的亚加达 对 他曾经有一阵子 在台湾的南部是有势力的 当时这个读过台湾历史 当时荷兰人在台湾要的是什么 梅花露的露皮 还有茶叶 还有蔗糖 这是三大 他们荷属东印度公司三大外销的 那个茶叶是干什么 就是运回荷兰去 然后经过他们的加工再制之后 做成这个所谓的茶包 就是品牌 那为什么他可以赚钱 是因为他有品牌 请问台湾的资金区 假设有资金区 我们可以比照利盾这种做法吗 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这么大的品牌 可以行销到全世界 你到时候就是帮中国在洗产地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 你上礼拜我在议会表现真的很糟糕 如果我是你 我会很高兴议员问我这个问题 好 如果是你会怎么样 等一下我们继续请教 来 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年号要补充 对 我说如果我是韩国瑜的话 我会非常高兴议员问我资金区相关的议题 我还希望每一个都问 因为我有 正式你可以表现的 对 我有五六十次的机会 可以把这个资金区讲得很清楚 而且如果这个政策 真的可以让高雄发大财 而且对台湾的产业不会造成这个很大的伤害的话 大家也欢迎嘛 讲道理的时候 对 如果是高雄市大多数的市民 甚至你形成一股民意说 大家都觉得资金区很好 那你为什么民进党执政中央政府 你为什么卡住啊 你为什么不让他通过呢 反而会对民进党中央造成压力 现在是让你机会 让你说道理 让你去说服大家的时候 你没办法去说服 然后呢 你答不出来 这个像一个考 一个学生 老师出一个题目 全班同学大家都考一样的题目 然后呢 结果他考不及格 然后回去爸爸问他说 你有什么考不及格 那个老师故意刁难 我给我考的考卷特别难 别的同学都比较简单 只有我的考卷特别难 没有这个道理 每一个县市长 都会遇到相同的问题 而你这个时候 你就必须好好去回答 结果他没办法面对议员 我们平常讲 黄杰那个咨询 以我的标准来看 那个是议员 那个叫宋芬提 有点ABC 对啊 那个就他没有刁难 他是说什么叫资金区 你告诉我嘛 对不对 结果你连宋芬提都打不出来 然后第二天开直播 说议员在刁难你 结果你知道 韩国瑜讲这个目的是什么吗 他这个叫做 攻击的号角响起 马上 当天执行韩国瑜员 通通被威胁嘛 这个叫 这个攻击的号角响起了嘛 来 少女兄 其实我这样讲 其实刘兆豪委员在这边 一般那天韩国瑜市长 在议会是从头到尾都有看 12分钟我都有看 我这样讲 我分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部分 一个市长在议会被咨询 或者一个行政院长 在立法院被咨询 我想这个 因为面临到一个情况 他通常都会找幕僚 相关的部会 或相关的局处 来针对细节 来对一些委员或议员做报告 这一点我相信 对一个新科市长来讲 这一点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个步骤 毕竟 好 今天谈到任何一个议题 他的政策是怎么样 细部是怎么样 我相信幕僚当会更清楚 这是第一个部分 我认为那天韩国瑜市长 他其实可以借助金发局长 或者是副市长 其实后来黄杰议员 他的的确确也问了金发局长问题 包括钢的进口问题 这个部分金发局长 我相信黄杰议员 也非常接受金发局长的答案 甚至叶副市长讲的那一个部分 黄杰议员也没有任何的挑战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答选的技巧问题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韩国瑜的答选技巧不好 不是技巧不好 我是说他有一些可以使用的人 来帮他做更细节的一个阐述 其实黄杰议员他在询问 你为什么 来 高雄花大财 来 局长你上来 你又来回答 这个关注我先跟你讲 黄杰议员的这个短片 在网路上可能是两分钟 三分钟 他整个是个十二段 十二分钟的一段的一个咨询里面 其实在黄杰议员问的第一次 至今区要做什么 一个概念的时候 韩国瑜市长 大家可以回去调那个录影带 现在网路上也有 他大概有简短的讲 他希望人流 物流 金流的松绑 而造成这个资金区 可以让高雄的经济更加的火弱 黄杰议员他在整个十二分钟里面 你觉得有个为难吗 黄杰有个为难吗 我个人见仁见智 你觉得有个为难吗 但是黄杰议员他在整个十二分钟里面 问了韩国瑜市长同一个问题 你知道什么是资金区 我想大概超过十遍 但是我也没有听到黄杰议员 他认为他要的资金区大概是怎么样 或者他想法是怎么样 所以你认为他为难他 刁难他 现在不是 现在是如果韩国瑜市长前面没有告诉他 这整个概念跟框架 那表示他真的什么都没讲 他是讲高雄发大财 可是的的确确他在一开始 就把这个资金区的概念 他是讲出来的 是 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新闻 这是昨天5月5号 因为韩国瑜他在直播提到 昨天的直播 他说今年担任市长这四个月以来 在高雄扩大投资的我就随便举个例子 像国瑜电子 他投资1650亿 创造了700个就业人口 可是去把过去的新闻找出来才发现 国瑜是被动原件的龙头 董事会是在去年的11月9号 就已经通过100亿的回台湾投资案 然后用719拿下高雄工业区的土地 准备投入资金建设 而今年正式砸下165亿扩厂跟购买设备 也创造就业机会 这请教这个黄议员 就165亿扩1650亿 这个当然他在什么场合讲这个话 因为他直播讲的 我跟红衣大哥讲 国具董事长 你讲的数字对的是100多亿是没有错的 他如果搞混这个1650亿应该是公总 林文贤董事长 他在应该上个月 率团到高雄市 投资高雄1600亿 他是有可能把这两个数字挫值 但是的的确确在韩国瑜市场就任到现在 增加到高雄市投资的金额 这些的确是存在的 的确是存在的 这个林议员有什么不错 国具应该不是吧 国具11月9号决定的 11月24号投票嘛 12月25号就职 11月9号市长还不是韩国瑜吧 怎么会跟韩国瑜有关呢 应该是说那个时候董事会有开会 然后实在韩国瑜的市长的任内 的确把钱花出去把地买下来 那这个我觉得是部分 因为他11月赤到当时会就决定的意思 你如果没去做我 不关系动算他就会去投资 都没动算过用市长就决定的意思 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每个市长就任之后会去 如果他就任才开末的话会去 送扁和签名是一样的意思嘛 是不是 他就不要去 他在讲说为什么韩国瑜就可以这样子 别的市长就不可以 不是 是不是 现在是韩国瑜把这个事情染为他的政绩嘛 那可是11月9号人家董事会就决定了嘛 都不是他的政绩嘛 对于政绩 中国的政绩嘛165元那是1650元 所以后面 尤其王文元那个团到高雄的政绩 没有啦但是他那个主持他是用国具嘛 对嘛 我说他主持是用国具啊 没关系啊 我觉得韩国瑜市长就讲错他就说他讲错就好了嘛 我刚才有讲他是物质嘛 这是你说的物质嘛 我觉得韩市长就要把他讲清楚就好说 他说真抱歉我说错了 这是国具是投资165亿 他如果没说了 他都要除以十分之 除以十掉 你觉得讲错就说讲错就好了嘛 他也没有机会道歉嘛 不然你现在问他 你不用道歉就生平就好了啦 你说他讲错就道歉 他我相信他也会道歉嘛 这也没什么好不道歉的 然后这个起头 我刚才想起头就是说这样 当然没有错啦 就是说市长每一个首长 他任内的也许大楼落成 他会去捡彩会去落款等等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会 但是这个源头 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评论者 还是把它讲清楚嘛 这个源头是11月9号 国具的董事会就拍板定案说 我们要做这项投资嘛 不好意思啦 邵廷兄我是这样 我做节目的原则就说 有多少就讲多少 我不会说 这个是你的怎么说不是你的 这个多少就说不是多少 不是这样啦 因为我还是要给大家看 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嘛 我们收视率说实在 不是0.3的是30的 都会知道属性嘛 对不对 大家也会知道 我们那时候我就欧阳 大人也会给他下来 对吧 对吧 好 其实我是物质 你有更正 好 不过这样啦 这是美丽岛电子报 美丽岛电子报 在5月1号到5月2号做的 美丽岛电子报最新的民调 四成六高雄不信 韩国瑜没有收大笔的捐款 我想大概是讲那4000万的意思 这样 他说高雄市场韩国瑜的信任度 不信任48.2 信任44.1 然后韩国瑜说没有收取企业大笔件款 那么不相信的45.9 相信的41.9 那他的市政表现不满意的45.3 满意的46.2 来 请教一下这个余奈兄有什么补充吗 我觉得刚刚提到的数字放大这个问题 其实这次的期经办的音乐计就很明显 因为那时候这个潘局长跟大家讲说 会有40亿的商机出现 那如果说换算这个每天1024 这个交募官局统计资料每天消费1000块左右 那他必须要创造500万的那个游客量 网友空拍迹经沙滩海岸线 春纳活动现场 白色帐篷 游客兮兮落落 小猫两三只 来到刺目舞台人数少得可怜 镜头继续移动 来到主舞台 人总算多一点点 根据主办单位售票收益 三天卖出约16000张票 观光局统计周边效益只有8000万 跟距离原先夸口可带来50亿商机 差距62.5倍 周日就算请来911 以及大卡司 林佑佳现场演唱 人潮还是不多 余音出在那 董事长乐团 Base首大军脸书po文 音乐季演出乐团 非常珍惜演出的时间 政治人物最好不要占用 个人觉得今年春纳 不像是音乐季 而是比较像一出官场现行季 底下附和po图 让我们改名叫天哪好了 这是我有史以来看过地方首长 他去现场唱的 我们只有待三分钟 不愿意影响年轻人的心情 春纳活动雷声大雨点小 韩国瑜上台 虽然只有三分钟 音乐盛事变成了政治活动 说好的五十一商机 到底在哪里 春纳的真正的精神是什么 市长你知道吗 这些活动来我们高雄办 我们为什么要唱衰他们 意愿咨询 反被孙解读成唱衰 反观适合不见 你跟他都没有人心 他们生意差 最后一天更把可乐玉米啤酒 全部递价卖 暴气摆出了讽刺标语 手上标语就写着 人进不来 高雄进棺材 也真实呈现春纳惨况 好 来 范老师要补唱 对 我真的觉得 这个春纳 第一个 那个年轻人的场合 你去那边唱那个《独你》 我看大概 韩国瑜是吧 韩国瑜上台 在唱那个《独你》 我那首歌大概 全场大概没有人听过了 真的 我必须要讲 《独你》 听他妈妈在听 他妈妈在听过 但是你去那边唱 难怪有那个年轻人说叫他下台 因为你的嫂人要信 而且人太少 因为人少 大家就觉得去没意思 因为大家觉得人少 为什么会人少 这一个宣传可能不够 第二他交通位置也不好 然后就大家觉得 你看每年春纳都是一个 你看那个 你看你说位置 年轻人的盛事 但是你说位置好不好 那我问你屏东办那个台湾灯会 墾丁 墾丁的远 不是更远 为什么大家都要去 大鹏湾 然后那个接驳 因为大家觉得有意思 所以那个活动 没有内容 又没有创新 然后地方又 宣传又不够 然后那个 很多人去缴了那个 租那个摊贩都赔钱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的 真的 他好好的把市政做好 我真的奉劝他 真的 如果让他这样下去 我必须要讲 他的民调是很有可能被 郭台铭给追上去的 等一下要看郭台铭 他要小心 補充一下 讲到春纳 我有搞 我当年都会去 你当年去 包括今年的高雄 我前两天都说高雄回来 是春纳 我本来也是打算要去春纳 可是我觉得 这件事情我不会特别怪韩国 就是说我觉得 他的攀恩旭有点错估情势 什么意思 你敢知道 举例 像那个春纳那一张票 要两千块 方天那天八两千块 我举个例子 在台北 新北市有个 那个福龙海水浴场 那个也是每年办 那个共聊音乐祭 那不用钱 那不用钱 每年一班 我也去那一二十年了 可是这几年人潮已经开始下降 因为同样的活动 就是找了很多歌手 独立乐团 可是你没有一些创新的梗的话 久了年轻人去一次 就这样嘛 两次就不会想再去 我讲 新北市那个还是不用钱 他这个还要花两千块门票 所以 重点是他内容 有没有什么更新 没有 他只不过是把过去 肯定春纳那一套 复制进来 可是他 重点是他又失去了一个点 就是说 他失去了独立音乐的精神 他这个 其实我跟各位讲 有个叫春纳 一个叫春浪 两个是不一样的 春纳是独立音乐 都是那种很独立的 那种地下乐团的表演 一个叫春浪 春浪是那种主流乐团 就是那种大牌歌手 可是他这次的春纳 是把春纳跟春浪 两个混在一起 所以他有独立乐团 他也请了大牌歌手 比如说田富珍这种 所以他的门标 会收两千块 可是 我觉得他的定位 没有清楚 然后他也有点错估情势 潘文旭有点错估情势 你没有把音乐 对年轻人来讲 他要花这个钱 他要感受到 就是说 物操所知 是真的有音乐 这个rock'n'roll 你不是只想着 什么周边的观光效益 我觉得 他没有把音乐的本质 其实是 那个音乐最重要 他讲的一直是做生意 你如果把本质搞好了 那如果要收门票 年轻人会愿意去 那周边的效益才会蔓延 但是 如果你是 我先从周边效益进场的话 那我讲白了 你这个音乐会 你根本就是应该免费 不然年轻人 不会是愿意花费 去听这种 所谓 他失去本质的音乐 这边有五十月的产值吗 那有可能啦 高雄的饭店 其实也没有涨多少 因为我才这两天去住 所有的那个 网路上有查 其实没有 表示我从我查饭 变那个房价 我就可以知道一件事 其实还好 人真的不多 真的好 来 少林君要不要说 其实我要先解释一下 今年的春娜 并不是高雄市政府办的 高雄市政府是在行政上面 协助春娜的主办单位 过去春娜在墾丁办 那因为这几年 他已经渐渐的 没有办不太起来 那他来接在 高雄市政府的时候 高雄市政府是 帮助他借这个场地 只为了行政交通等等 所以节目怎么进行 实在还是春娜的主办单位 第二点我要讲的是 第一年办嘛 韩国市长的想法很单纯 多一个活动 多增加一观光客来 那我再提醒 另外一个观点来思考 过去在墾丁办 大家知道 大家到墾丁去 不管是春娜 或春娜 都是去休闲的 那墾丁附近 大鹏湾 墾丁 各个的游乐区 当然很多人会去那边度假 高雄市是第一年办 在离岛的期间 毕竟很多要改善的空间 这当然给主办单位 很多的一些心得 但是我觉得整个来讲 韩国区市长的团队的出发点 是给高雄多一个活动 就这样子 然后最后一个是数字的问题 潘恒旭局长讲的50亿 是一整年观光 就是旗津观光岛的总产值 大家不要去物质 我觉得数字很重要 这个大家可以查一下 这都不是我在讲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是这样 是高雄市议员简幻中 那有网友据说是韩粉 说高雄这一群 他写绿营的绿 可能他写错了 鹿 他写成鹿 鹿营垃圾人 恶心到不行 有空去他家孩子的学校 帮他们几个人接送一下孩子 然后这个是简幻中 他今天说他强调 谁敢动他的小孩 他一定跟他拼命 那高雄市长韩国医有重申 希望网友发言留言保持理性 高雄市警方已经对议员被威胁的案子立案处理 那么这个留言就是威胁说要对简汉中 不是他说要去帮简汉中接小孩 有护着这张照片 护着这张照片 就留言旁边护着一张总质询的照片 那简汉中他事后很感慨说 这是第一次在议会咨询失控 因为他哭了 他很气愤 因为想到自己的孩子 他认为韩粉是韩国瑜带起来的 应该负起相当的责任 他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退缩 会继续监督市政 不会屈服在韩粉的暗黑势力 好 那又来了 最新的 这个叫做林库山 擦你腰的肥猪 因为简汉中看起来应该是胖胖的 是不是 我猜应该是在讲胖汉中 这就是简汉中 然后呢 说 维珠 你是不是要逼我们 筹钱给外籍杀手干掉你 请给我好好咨询 然后他骂三字经 擦你腰 这样 然后 这里还有一个脸皮有够厚 作戏还老白色 因为简汉中哭了嘛 都被揭穿了 来我请教一下这个林议员 你在这边 你会感受到恐惧吗 我可以想象因为我自己有小孩 如果我受到这样的恐吓的话 对于一个身为爸爸的政治人物而言 我们一定会觉得我何其无辜 那我的小孩更无辜 我们只是提出了一个要好好理性讨论的这个质疑方向 对 但是就被收到这样的恐吓的话 我觉得对于以后要从事政治工作的台湾年轻一辈 都会有很大的阴影 到底我们现在虽然脱离了白色恐怖时代 但是你用网军的这些力量 去威胁这些要好好理性问证的年轻政策 那我请教一下郁中老师 郭忠祺元现在有一个问证是说 祝宏感觉很突压 很看不下去 有人这样吗 我刚刚我刚刚看到韩国瑜那个回应 他说希望这些假韩粉 希望 拜托个人 这不是希望的事情 我觉得韩国瑜怎么通知 其实韩国瑜对于假韩粉生气 他说网路上这些谩骂的 这些霸凌的都不是我真韩粉 他说他的真韩粉是不会做这种事 那你就切割清楚 你不能 就是你不要 因为这些所谓的会去骂这些议员的 所谓的这些网友 不要说韩粉就网友 他们都是最挺韩国瑜的这一群 韩国瑜一方面又希望他们支持我 投票的时候或是动员的时候他们支持我 但是他们在一旦这些人去网路上谩骂的时候 他就说这些人是假韩粉跟我无关 没有这种事情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就是你的 所以我跟韩国瑜从这一点 他其实过去 因为韩粉霸凌也不是今天一天两天的 过去从黄光琴还有之前的很多人 所有的名嘴谁都被霸凌过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韩国瑜市长 很严正的 就是甚至动用警察 他需要警察权 去处理这件事 他都是口头上说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做这种事 黄光琴被霸凌 我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子 我觉得今天大家就事论事 公众讨论 对于至今去 OK 你有你的主张 议员有议员的看法 那大家可以在公众的场合上 议会上咨询去讨论 但如果你是韩国瑜 你会怎么处理这事 我觉得敢做就敢当 我一句话嘛 如果是我的粉丝 我会讲清楚 如果你们今天就不会去霸凌 任何一个这种 这种垃圾 我不要也霸 我也不要你的选票 我可以不当市长 不准你做这种事 如果韩国瑜讲到这样子 我相信这些韩粉 他们就消了啦 但是问题是 相对的他的票也会流失 如果是韩国瑜应该说 把局长找来 马上把我揪出来 对 延办 对 延办啊 没有 黄英哥 那我觉得今天 焕仲议员他讲这个 的确警察局马上来处理 那我觉得如果说市长 他没有意思要去处理的话 警察局干嘛去做这件事情 再者讲回来 其实现在 其实韩国瑜市长 并不是说 他的真韩粉 就在做这件事情 他就不去批评 他并没有这样讲 他今天讲的已经很清楚 第一个 所有的威胁就是不要 不能够存在的 第二个 他只提出一点 的确有若干是假韩粉 那网路上不要说假韩粉 也有假赖粉啊 假英粉啊 这种东西 网路这种 无形的世界 我告诉你 没有人真的知道 到底这些人从哪里来 所以不要再要把它 扣在谁的帽子上面 把他揪出来研半就对了 是不是谁在允许他做 我就要倒向那个地方去 我就会再扣帽子 黄议员 那我请教你 真假韩粉怎么分 你会教我们 也没有人会分啊 对啊 他在网路上 对好 那何必说 这是韩国瑜指使的呢 黄议员你讲 没有人讲韩国瑜指使的 对那为什么说韩国瑜 你讲的很好 放证他去做呢 你讲很好 为什么说韩国瑜放证他 真假韩粉没有人会分 你怎么看到人会分 你怎么看到人会分 真假韩粉没有人会分 对 韩国瑜凭什么说去恐吓的都叫假韩粉 嗯 他没有说都啊 那他什么时候说过 你把录影带拿出来放吧 真假韩粉没有人会分嘛 那你现在 你觉得他们对你是负债 他对你没有帮助 你就要做切割 那人家会觉得 你是不是太现实了 当初这些人在歌功颂德的时候 就在给你戴高帽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他是假韩粉 哎呦高端黑哦 捧杀哦 把我捧高高把我杀掉 你怎么不说 没有 范老师你这个想法还是 所以就变成说 因为你今天 因为你说实在 当然我也赞成艺人讲 实物上很难分 你这时候切割 就会让他觉得说 是不是这些人对你有害的时候 你就要断尾求生了 这个也让人觉得 你不够有道义嘛 就像黄光琴 为什么今天大家 对黄光琴会同情 人家当初怕你写书 你那个短权税 你不给人家 只给他一个比费 然后他被霸凌 你也不去慰问他 你也不去把他 就给他搂一下 抱一下 辛苦了怎么样 然后好像只是 也好像把他跟他无关 这就让他觉得 你好像船过水无痕 那我觉得韩国瑜 为什么刚才这个 美丽岛电子报 其实我觉得他现在 已经面临到死亡交叉了 这个郭台铭回来 已经开记者会 美国在台协会办事处的处长 为什么说 他觉得他郭台铭 是一个罕自大的人 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先休息一下 好 欢迎继续收看 政治到了 郭台铭从美国回来了 那他马上召开记者会 最新的说法是什么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不需要 腿要跨出去 跨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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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到 大家 我有练过 这样可以 再跨出去 再跨出去 我就自身不住了 洪海董事长国台铭 当众踩弓箭步 这是在示范于加玛 原来是展示他的 治国哲学 经济的腿 我跨出去 跨出去 跨出去 政治改进的过程中 我想这条腿 势必要往前 要台湾政治力 跟上经济 但郭董最爱的国情帽 在中国媒体上 被打马赛克 郭董这样 自圆其说 一个老板太多事情了 他不可能拐他那么低调 他过去照过去的弱 对中国各种举动 友善权势 郭董美东时间 一号拜访川普后 在专辑上用英语 对媒体说 台湾是中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属于中国 难道说出真心话了吗 中华民国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么台湾从来就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请郭董 不要在国际社会 传达臭义的信息 都当到了中华民国 行政院的大陆委员会的 主委 主任委 很故意内行人 说爱外皇话 真的让人很摇头 我讲的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越看火越烧越烈 郭台铭转而解释 中国指的不是中国大陆 是中华民国 高分被音量盖过外界质疑 最后不忘加码表态 自己是蓝的不是红的 特意酸初选对手韩国瑜 郭董两岸论数打安全牌 但命脉握在对方手里 到了关键时刻 郭台铭的商人弹性 能否捍卫国家主权 可就未必 因为王老兄我难得邀请到你 可不可以麻烦你对郭台铭的评价观察 是什么 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我觉得郭台铭他最主要是三个问题 他要向台湾的选民解决 第一就是说他过去三十年 是一个台湾借单 中国生产美国客户 但他主要的资产75%都是在中国 然后他的雇员90%都是在中国 那他要回答台湾选民的问题 就是他怎么样把他的投资 从中国搬回台湾来 在台湾创造更多的就业 因为他本质上是过去三十年做的事情 都是把台湾的工作移到中国去 那第二个问题 他自己要解决的问题 告诉台湾人 对 第二个问题确实是 他的企业里面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委 整个在大陆有将近三万个中共党员 一千多个党支部 那他整个企业的经营中间 存利润有将近三分之一 是中国政府给的各种补贴 那所以他在中国的资产 经营业务和人员 都这么严重的受中国政府 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不说控制吧 就说影响 他怎么样能够向台湾人保证 他做总统的时候 他还能够以台湾的利益优先 这是他的第二个大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在中美贸易战这样一个大格局底下 他说只有他可以让中国和美国的高科技的生产链 连接起来 但是实际上美国现在是要兼闭亲眼 他并不希望跟中国的生产链连接在一起 那你郭台铭要把这两边连接起来 你可能最后是两头不讨好的 那除此之外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大概很少人讨论过这个事情 这个人是司徒文 司徒文是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写文章 他说潜谈郭台铭 那司徒文曾经是 这个美国再来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 那他潜谈郭台铭他说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低估郭台铭 对于台湾自由民主所造成的威胁 我在担任AIT 美国再来协会处长的职务的时候 第一次跟他见面 我就很清楚的了解到 郭台铭不仅是个自大狂 也对美国心无善念 这个措辞算用着很重 一个外交官很少用这么重的措辞 他说郭台铭反对美国对台军售 并一再强调 美国人就是拿旧的武器骗我们 如同马英九 他认为台湾最好的国防政策 就是以亲中换取和平 司徒文说 大约在2010年 我跟郭台铭有三次的会面 他也说了 之所以会反对 在美国设立商业据点的原因 不外乎就是他没有在美国享有 王室一般的待遇 其他国家的最高首长都会在机场接见他 但在美国 郭台铭甚至无法见总统一面 而这使他感到不被尊重 这时候我就想到 小美琴你为什么不看我 司徒文说 我一直认为郭台铭是北京政府用来影响台湾政局的人选 而郭台铭与北京政府之间对话 才是郭台铭决定参选的关键 并非所谓妈祖托梦 我不认为郭董是美国的盟友 最后他说我认为台湾民意应该为此感到忧心 而这些参与论坛的华盛顿内部人士 更应该劝阻台湾人 不要认为郭台铭是台湾最好的希望 我想身为一个职业外交官 之前是职业外交官 他用字遣词都是非常的谨慎 就算他已经离开那个职务 但是我觉得今天司徒文先生是一个语重心长 对郭台铭才一个评论 因为在美国人的眼中 其实台湾的整个战略地位 或是在整个亚太地区 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是非常正面 所以但是他害怕说 我们台湾人事实上是没有看清楚郭台铭 他的这个反民主的这样的特质 简单讲他就是认为 其实郭台铭是反民主 然后他郭台铭的眼中 在司徒文的描述里面 他把台湾的发展 跟中国是画上等号的 然后把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他把美国认为就是说 其实是不只是在利用我们 而且都是卖不好的武器给我们等等 然后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 其实对台湾人来讲 是一个语重心长的 一种一种 这讲叫做劝告或者提醒 在提醒 郭老师 你怎么看司徒文 怎么说这位 作为一个卸任外交官 而且目前就是台湾重要大学的副校长 他写这篇文章 我认为是有美国国务院的意思 是哦 是美国国务院的意思 他不一个卸任的外大使 不可能随便写一个 特别是针对台湾某位总统候选人这样直接的讲法 我觉得这要传达一个意思 其实我们都知道美国对于台湾的总统候选人 都会有一些评价 我们看到像之前 我记得2013年那时候蔡英文 她去美国访问 回来 她也去了国安会 什么回来之后 就有国安会的 美国国安会的一位官员 就把他们见蔡英文之后的看法 透露了英国的金融时报 就是说美国华府对于蔡英文当时提出的 两岸的政策并不满意 而且不放心 因为他们认为 马英九连任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所以你看到为什么 每一个台湾的总统候选人 都要去跟美国 一方面让美国人了解他 一方面他要了解美国的态度 我觉得郭台铭这次去 其实是听讯的份 听讯的份 就是川普要你去对 你在威斯康辛州的诺言 因为我们刚刚讲 去年的州长选举 11月份的州长选举 其实本来是共和党的 就被民主党逆转胜 据说很多人就认为 就是因为你的这个 郭台铭的支票没有兑现 那现在因为 这个威斯康辛州 是个摇摆州 攸关明年 川普是不是能够 在这边拿到选举人票 所以很重要 所以你为什么 郭台铭见了川普 就立刻去威斯康辛 就是要去 准备要弄 弄严要达成 但是我必须要讲 我认为 其实我觉得 是美国的退休外交官 在讲郭台铭你 你要注意 他讲你说 你认为你不是美国的盟友 第二个是 你是个自大狂 第三个 他认为他是跟北京讲好的 其实 就像我刚才上段节目所讲的 如果中国是想想把台湾 香港化 那郭台铭跟韩国瑜 就是最好的 马前卒 可以这样说 你郭台铭又在中国这么多投资 你不但在中国的投资 就是有所谓的党员 还有党校 连党校都在里面 所以变成说 你对美国来讲 你不要以为你戴了那个国旗帽 我就美国人被你糊弄了 所以我必须要讲 就像这个葛来仪 他为什么说 你那个柯文哲你到美国去 你不要以为你在台湾那套 翻来覆去 我们美国人 我们也不吃这一套 所以我觉得现在被美国人看穿的 第一个是柯文哲 第一个韩国瑜 第三个当然就是郭台铭 所以我觉得郭台铭 他或许在经营这个经济上 经营这个公司上 他有他的卓越 但是我觉得他对国际政治 对当前的美台关系 对当前的美中台三边关系 我认为他 要么就是他完全不清楚 他这个门外汉 要么他就是 有必须要奉行中国的旨意 这个我们看一下 因为郭台铭今天下到机场以后 他的记者会的重点叫做 大陆当局凭什么绑架我 郭台铭在会中说 此行不断有人眼红拐架子 架拐子抹黑抹红在他身上 但他无所畏惧 他在记者会宣告 大陆当局凭什么绑架我 并请大家搞清楚现实 那这个他的关系企业在中国 有一群人要入党的时候 其实是要宣誓的 他们宣誓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好来我们来看这个绑析啊 我宣誓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 拥护党的纲领 宣守党的高层 宣守党的高层 与其党员义务 与其党员义务 执行党的决定 执行党的决定 与手党的纪律 与手党的纪律 保守党的秘密 保守党的秘密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性牺牲一切 勇不烦恼 勇不烦恼 宣誓人陈宣宇 宣誓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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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台平讲说 凭什么说中国绑架他 那你如果真的你不怕被绑架 你为什么 你就可以不要让共产党 在你的鸿海成立党支部啊 你就拒绝嘛 凭什么被绑架 那你为什么被迫 要在里面成立党支部 还要成立党校 因为你被绑架了嘛 所以你一副好像 中国对我无可奈何 我根本不受他绑架 如果他不让共产党进来 你试试看啊 你试试看 你明天就告诉我 我郭台铭帽子中华民国 共产党滚出去 然后从今天开始 鸿海在所有中国的企业 要选总统啊 对 升青天白日买地红国旗 我觉得投他一票 他可以的话 青天白日买地红 白日买地红国旗 然后怎样 在中国的 鸿海的场区 赶不赶 然后把共产党 赶出去 赶出去 赶党员全部开除 对 党支部赶出去 赶党校封起来 我不射绑架啊 但是我追随你 我也偷了 不要 我全家都投他 好 那 这个是 故意扭曲他的發言 他要警告蔡總統 不要找這種不適任的入委會主委 來當打手 來 年華 郭台銘對於國際政治的常識 真的我覺得很差很差 以前還不知道 因為他要選總統 最近講話比較多 如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中國為什麼要給你 國際外交的空間 香港需要國際的外交的空間嗎 不需要 因為香港的主權的代表叫北京 叫中國 他根本沒有需要 國平台銘在問他說 中國憑什麼綁架 綁架他 我告訴大家一件事 川普總統在今天凌晨 在他的推特講了說 中美貿易在下一步 可能所有的中國輸入到美國的產品 通道科25%的關稅 你知道嗎 今天中國沒有人知道這個消息 所以他們股市大跌 一開盤的時候 所有股民瘋掉說 今天發生什麼事 當然他們講北京話了 今天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股票跌啊 因為他們根本看不到這個新聞 是喔 那你怎麼做投資決策啊 連這麼大的新聞中國都可以封鎖 你覺得中國可不可以綁架郭台銘 而且郭台銘 郭董你戴那個國旗帽在白宮外面拍照 沒什麼了不起 任何觀光客都可以在白宮那個位置拍照 只要你不是拿槍拿砲都可以在那邊拍照 沒有問題 下次麻煩你去天安門廣場 戴著你的國旗帽在那邊拍一張照 請教你我們剛剛看到鴻海的關係企業在中國 那有很多年輕人可能是共產黨員 加入集體加入共產黨 集體加入共產黨 然後在這一個場區外面宣示 那他們這個黨員在郭台銘的廠房裡面要做什麼 他們就他們會成立一個黨支部 那其實這個黨員其實他也是鴻海的員工 因為我們這個會以前讀書的時候 很多學校或很多公家就有一個叫人二 你會記得嗎 人是第二處 人是第二辦公室 那管什麼 人二是管什麼 管思想的 黨支部在這個企業裡面其實一部分 雖然名義上他叫富士康的員工 但事實上他不算是在這個企業裡面 他負責是什麼 他負責的是思想的控制 其實這是中國的潛規則 那如果我是郭台銘 那我去巡視場區的時候 我戴著中華民國國旗的帽子 那這些黨員會怎樣 我跟李學長真的好人 你真的對郭台銘真的很好 會怎麼樣嗎 你給他這樣的建議 我覺得郭台銘你可以試 因為我要試試看還知道會怎麼樣 要試試看還知道會怎麼樣 如果是黨員應該要舉發嗎 要不要 一定會的 這種事情 你如果被人家 被他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員 看到有人在某一個大廠的場區裡面 有所謂的中華民國的國旗 或任何的標誌 甚至你在那邊講一下說 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馬上被檢舉 那郭台銘就給他開除 是誰開除誰 誰被誰開除 郭台銘被中國開除了 這樣比較快 來 順便 我想郭台銘 現在叫董事長 現在不是我們的候選人 他這次到美國去 當然有人說是不是去面談 去面試 有人這樣講 但是剛才從洪宜兄 你看拿那個司徒文 對 那個文章 那再到昨天 前兩天 這個郭台銘從白宮出來 發言人所講的那個話 Sanders Sanders講的話 其實很清楚 其實美國政府 他一向就是以國家利益為最優先 大家看看司徒文的講法 幾年前 郭台銘講說 美國的軍購對台灣是錯誤的 等等 到現在 美國來檢視說 你郭台銘 如果真的當了中華民國的總統 但是你如何去解釋或切割 你在中國那麼龐大的一個企業在那邊 我相信 我覺得企業歸企業 你一個企業家 你到中國去投資 你花了錢去投資 蓋了工廠 增加了就業率 政府歡迎你 他到威斯康辛去 也是投資 然後製造就業機會 美國政府歡迎你 今天如果他的角色變成 他變成一個政治上 中華民國的總統 那我覺得美國也好 北京也好 看待他就用不同的角度 我給大家也給洪英雄看一個 這是一個在YouTube上面 大概在郭台銘 宣布要參選的 一個禮拜內就出來 這是一個美國很大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 這個有線電視網 既然講的 既然講的 他的題目叫做 Fast Come History of Broken Promise 他的意思就是在講說 過去他製作一個短片 把過去郭董 總裁在全世界幾個國家 Promise要投資的 全部broken 就是說都沒有旅行 這是美國一個非常知名的 一個有線電視 他為什麼要出這個短片 我覺得多多少少 也是要影響郭總裁 他在競爭 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的一個步調 所以這代表什麼 我覺得你做企業 跟要踏入政治 是完全兩碼子事 當你一旦要踏入政治 其實像我們這邊 很多是選過局的 你會被一再的會被檢視 不是過去而已 還有未來你的方向是什麼 你未來往哪裡走 所以我相信華盛頓 他能夠接受的 台灣未來的總統 一定是一個 你一定要跟美國 綁在一起的候選人 所以難怪華盛頓會去質疑你 你現在到底跟北京的關係是什麼 你覺得國防靠和平 還是國防靠美國 但是其實郭台銘先生在這一點 他就強化矛盾 他之前他也講說 大家注意看 他講得很清楚 他說台灣最好的國防政策 就是以親中換取和平 他這樣講 那他之前是這麼講 然後他現在又講說 跟美國 你要靠什麼國防 要靠自己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 所有的人物一旦你要踏上政治 你所有的言論都要被檢視 這是這一期的金周刊 我們看到那個資料 他幫他把郭董的大陸的事業都找出來 你看看 這個在資產佔比裡面 他中國就佔了37.6% 台灣才佔多少 1% 我們看這個 營收佔比 中國佔了46% 台灣才佔1% 然後這個 在中國的非流動資產的佔比 你看中國佔了74% 台灣3%多 然後這個轉投資的帳面金額呢 你看中國佔了86% 就是說 這些人家在疑慮的事情就是說 你幾乎 其實你說你是台商 我們都不太相信了 你自己看 你台灣才一%而已 你幾乎都整個 事業體都在中國 你跟中國已經綁這麼近的情況下 那過去因為你做生意 所以世界上會稱呼他什麼 中國商人嗎 對啊 我覺得以比重來看 你說你是台商 我們同意你在台灣出生 台灣長大 可是你幾乎你的事業體 已經全部都在中國了 世界都還沒不夠看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大家在疑慮的一件事 包括美國也會疑慮的是說 那你過去你重商 那你沒有參與政治沒關係 反正商人你就是做的事 可是你今天一旦 你真的有心要重振的時候 你這些事業體 你要怎麼跟人家交代 我們今天有個新聞 就是說拜登 你知道美國現在 民主黨的副總統 最被看好的副總統 就是前副總統 那現在參選嘛 拜登嘛 他們兒子 就是 也是一個人在做生意 然後他們兒子 叫人在投資 投資那個APP 是可以監控 因為你知道大陸有那種監控系統 對 他們兒子就是叫人 人臉辨識 對 人臉辨識 這個東西聽說 在新疆可以 就是你們知道 他們現在都把人送給債交易營 他們兒子的這個投資 是跟這個人臉辨識 跟債交易營是有綁在一起 我要講的是 他們兒子 拜登的兒子 也不過就是小小的一筆投資 就已經在美國人遭受質疑 他們老爸被選總統 人家就說 你兒子 這個這樣子 拜託你郭董 你整個輸子都在這裡 你覺得美國人會不疑慮嗎 難怪我們 我們先不要講台灣人疑慮 光美國這件事情 你怎麼 所以我說郭董 他目前還沒有面臨到這一塊 因為郭董 我覺得郭董有個性格就是 他是霸道總裁 這個在商場上 霸道氣勢是重要 可是一旦你要選舉的時候 你講他霸道 你家師徒你用自大狂 馬拉之心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在企業來講 他需要 我們需要一個霸道的形象 可是今天在選舉的時候 過去你在公司你說了算 沒有人敢跟你質疑 你的員工也不可能跟你說 董事長你這樣講不對 可是今天的情況是 你今天要選總統的話 你就已經不是什麼總裁 你就是 大家都是相等的 所以當大家對你的質疑的時候 你要怎麼回應 我覺得郭董 所以其實我在國民黨內 我沒有人看好郭董 會有機會 你不看好他 因為我覺得他在這一塊 剛開始他在剛參選的時候 其實包括我很多年輕朋友 都看好他 就覺得說 哇 有個新氣象 可是經過這樣幾個禮拜下來 發現郭董在這一塊 他沒有辦法去清楚的 去向選民 向民眾解釋我的這些 他覺得我為什麼跟你解釋 他覺得我憑什麼 所以這種個性 我覺得在民調上 他其實相較於韓國 韓國瑜身材真的比較軟 韓國瑜至今就被打臉 馬上隔天下午就開直播去解釋 郭董會做這種事嗎 我感覺是沒什麼可能的 這個就是剛剛 這個黃老師說的 拜登的兒子 傳投資監控維吾爾族的APP 這個事情可能對拜登選總統非常不利 非常重大的缺點 那我請教一下這個余凱凶 郭董今天開記者會的重點叫做 大陸當局憑什麼綁架我 這個有說服你嗎 我覺得沒有啊 因為郭曉明一直說他之所以有優勢 是因為他在中國跟美國兩邊都有良好的聯繫管道 但是就像剛才義中講的 那個聯繫管道是建制他在商人這個角色的時候 今天他變成了一個政治的代理人的時候 他必須要面對他到底要走哪一條路線 他沒有模糊地帶啦 今天美中在大戰了 你不是請中那邊一點 就是往美國那邊靠一點 沒有說你兩邊都可以吃得開的 那所以你看這一次 他去會面川普 川普給他什麼封號 他不過是一個好朋友 那他前面跟誰說過這樣的話 第一個他是跟習近平跟金正恩 講過這樣子的話 可見郭台銘在川普眼中的分量 他一定都會講你是我 都是好朋友 拿錢來都是好朋友 那我覺得現在狀況就是 你看國民黨兩個參選人 一個在生意上面感覺是對美國是一個騙子 然後一個在政治上面對高雄人感覺是一個騙子 那你看這樣子越騙越大 我們最後總統參選人 是這樣的格局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都相當擔心 OK 其實有四個你不要那個 還有初立倫跟王清平要講一下 比較有機會 你這樣子漏了周錫瑋吧 那有中亞中 好多 不過等一下回來有更重要的議題 因為郭台銘說有一個特定媒體每天攻擊他 這個時候他知道他在那裡聽 到底銀行幾天有什麼心結 還有一個是 還有一個是如果自經區韓國瑜的表現是這樣 那麼接下來國民黨真的要政見辯論的時候 他會不會參加要怎麼參加 每一條電子報最新的民調是 這個賴清德跟蔡英文其實都很接近 如果是郭台銘的話 那當選的都是民進黨 那怎麼解讀這樣的民調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先休息這個廣告 健康是基本的民憶體 但中國為了在政制上打壓台灣 让台湾学习WFA 比利时参议院议长来台湾 总统蔡英文亲自请托 争取台湾国际空间 下一个行程 接见友邦官员再强调一次 中国对台湾的打压不断 遇到也越来越强 所以台湾不会因此而非说 一个早上两路谴责中国打压 小英拼外交 立抗中国 但国民党潜在的 总统候选人韩国瑜 力推自禁区 IP为中国量身打造 人民观感 反映在数字上 根据最新民调显示 20岁以上高雄市民挺谁当总统 蔡英文以42.5%的支持度 超越韩国瑜 如果蔡英文对上郭台铭 则会以41%支持度胜出 如果才上任四个月 就有高达48.2%的高雄市民 不信任韩国瑜 比依然相信韩国瑜的派要多 从加分到减分 不务正业就我们在看的话 因为他应该比较着重在市政 而不是一直想说要别人去拱他 怎么去改善这个经济 用具体化 具体化这三个字 然后他一直说发大财发大财 高雄人选他了 可是感觉他没有做到 他要做的东西 就去选总统 就好像我丢掉了 就去做自己的事情 路有贫啊 对啊 其他就是讲个发财 我应该也会了 单演选总统野心 外加至今说的别做得多 韩流把韩国瑜卷上天 高雄的民意却最直接的展现失望 布下神坛的台阶已经出现 郭台铭董事长在5月4号 针对他说有特定媒体 每天对他刻意攻击 还在他跟高雄市长韩国瑜之间 见缝插针 制造裂痕 甚至说他是蓝板蔡英文 他提出反旗 他至于这个媒体 正是韩国瑜看不起的最大为假韩粉 无视中华民国存在 没有爱国心 法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你说什么 我觉得现在在韩 韩董 跟我们这个旺董 两个董现在基本上是 形同水火不容 那我很乐见看两个有钱人打架 这个我觉得好过瘾 看着两个董自备的 在那边刀光剑影 这郭董跟旺董 过去有一些 在商场上可能有一些 真的吗 一个做电子媒体 一个做电子业 卖旺旺先败 不是商场 是说他们在这个 台湾的这个影响力 或者他们都是台湾首富 一个首富轮流当 总是会有余量情节 今天你当首富 明天我当首富 那加上就是这个旺董 他买的这个 韩天时报这些报纸之后 他在台湾的影响力 是比郭台铭大很多的 郭台铭也曾经说过 说我要买 他之前也曾经 也撕过这家 这个出版的报纸 他甚至放话说 我要买早就买了 一直有点看不起 我当初只是没有买而已 所以我觉得彼此之间 是有一种 是有借地存在的 加上现在这个 我们知道旺董 他现在又是支持韩国瑜 那你这个 郭台铭变成陈咬金 你挡了韩国瑜的去路 所以他这样就被人 开始照三餐来批评 那我会觉得 这个东西 可能到时候 郭董也要买一个媒体 来对考 你有看那个电视台吗 我最近蛮暗开的 真的有电过 真的我觉得蛮暗开的 电到什么程度 就很 还没有到人身攻击 但是意思就是 从一开始是说 这个韩国瑜很可怜 帮国民党 毫不容易赢得高雄 没有工作也有苦劳 因为让他去 到现在开始 就开始在质疑 红海的企业了 包含你的所谓的雪汉工厂 包含你在中国的跳楼事件 他们开始在点出红海的问题了 到最后就是刀刀剑骨 那我觉得 郭台铭他现在 他讲的让我觉得很模糊 他这样今天讲我也还蛮认同 他说 他说我绝对不进中联办 我不像韩国瑜去进中联办 台湾跟香港是不一样的 然后就说 我才不理中联办 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是直接针对韩国瑜了 我觉得他已经是 从彼此相敬如兵 打太极拳 现在已经开始是拳击赛了 因为他已经直接在对立了 请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中国时报的社论 我们为何反对郭台铭参选 这已经是破坏了 社论 社论代表 这个人播出来的 他写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 你怎么可能跟川普会展的时候 戴着国旗的帽子 你给他骗 跟川普在对谈的时候 可能有没有 不太可能 那没在帽 那也没在帽嘛 他又说 他说 郭台铭你如此炒作的手法 完全是政客游戏规则 你狭美自重 绝非爱国心 是政客作秀心 再来 你大声呛大怒 以博取网路声量 争取范略群众好感 如此快速的转变 完全不符合 会当一个和平制造者 你丢下投资人 起心动念就是要选总统 对财产企业的利益冲突 问题没有 都没有完整说明 郭董必须讲清楚 如何去确保企业主身份 及庞大财产 不会跟未来总统身份 发生利益冲突 我们认为郭董必须全面 替退出鸿海集团旗下 所有企业的董事会 而且要把财产盲目信托 这财产看得多清楚就好了 昱东你敢有看那台 你敢知道他在说哪一台 我知道 就是旺董那台 要来看这个 之前有一个笑话就是说 以前有个笑话就是说 你敢骂郭董啊 你哪一台的 我就把你买下来 所以其实媒体记者在采访 郭董的时候也会惊 就是说两天天在成为他的上司 可是今天因为这一台是中天 不好意思 旺董没在惊 因为买旺董没那么简单 你看到两个的身家调查 刚好一个是台湾首富 一个是台湾第二名 因为这轮流啦 要看股市 对对 但郭董目前是台湾首富 身家63亿美元 现在全国全球富豪保排257 旺董也不忘多让 旺董台湾第二大富豪 身家60亿美元 全球富豪272名 这两个没有 台湾就是两大产业 一个是旺董就代表是传产 传统产业 制造传产产业 郭董就是新兴的科技电子业 其实两个 其实在台湾就是等于是 我们这些几十年来 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轴 然后分别两个 而且两个在事业体 在中国也都是大量的产业 然后现在就是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看这两个巨人 这等于是台湾最有钱的 两个巨人在对决 那你看什么人会赢 我刚刚讲 我是因为郭董在这一块 在民调上 我们看民调啊 其实郭董调的比较多 因为我觉得他跟他的个性有关 韩国瑜虽然有人说 他是痞子什么地痞 可是他有一个优点 我们还是讲他的优点 他至少比较亲民 就是他的讲话 民众比较听得懂 而且他被民众骂的时候 他的反应是有时候都笑笑的 他比较不会直白的 就是跟你骂我 就像你骂我我也会不爽 可是韩国瑜的做法 就是他有时候就笑笑 他比较不会 如果韩国瑜有85亿美金 我觉得他也会骂人 对对对 所以你看谁敢骂旺董 谁敢骂郭董 至少在他的企业体里面 不会有人做这件事 问题是旺董 人家是商人 企业家没有问题 问题是郭董你过去是在企业体系 现在你要走进了这个政治圈 你被骂 然后你的反应上 我觉得他的反应 其实平常讲不太好 所以我在民调上 我觉得关键是在 北京还没表态 对 我在想说奇怪 当你用社轮这样刺 有一次北京说 我们要听郭台铭 因为其实我觉得 我来就好了 赚就好了 赚就好了 我懂也不用笑郭董 因为你的资产也不少 也在中国 中国如果把郭台铭订定的 另外一种也是把你订定的 如果订定的 就有人没有参加总统 对 但是一机接 郭董要参加总统 但是你如果说今天北京只要下令 说 诶 那个舰队转向 那个寒天要变台风了 马上就得转向了 转吗 这样要怎么去 你放心也会 他死过来 你放心 那个舰队很灵活的 对 可以转过来 为什么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 现在北京还在看 那时候社论就是 我们全力支持郭台铭宣承主 很简单嘛 对啊 然后郭台铭优点通通 他现在骂的缺点通通可以变成优点 这很简单 话是人家说的 郭台铭为什么讲说 你觉得蔡总会不会变得这么软 我跟你说 你如果去那些电调的 不然怎么变你就变不变 因为你的资产很多都是在中国 你别忘了 郭台铭为什么讲说 他不要进中联办 他干嘛进中联办 他可以直接见习近平 对 他见的是中联办的长官 的长官不要第几级 他干嘛去见中联办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北京也还在看 他说这两个 到底哪一个比较适合我 哪一个老板 可能会更疼 我再来决定说 我到最后要认识什么人 你那种讲的我同意 就是说他看谁比较我能控制 可是我觉得他也在观察 谁比较可能选上总统 你没选到总统都没效嘛 不好意思 那时候你还要保障 我觉得在民主政治这样适度的竞争 还是必要的 另外包括郭总所讲的一句话 其实我也觉得 我一方面觉得心酸 觉得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的感受 就是说他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最近常常说 某特定的媒体对他的攻击 那坦白讲就郭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他都专心在他的企业里面 他能对企业以外的赚钱以外的事情 他不见得 人家跟他讲很多社会上的媒体的不公 或者是这些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 如果他也许没有感受那么深刻 唯有他自己成为那个 是被害人的时候 他就说那还严重 那以前在第八届很多立委说 这个要反媒体垄断法 其实是有道理的 很多我们在推动很多要反对这些 不公不育的法律 是有他的道理的 但是来讲如果郭董今天他不是遭受 自己遭受这么攻击 你跟他讲 跟他讲三天三月说 有些媒体坦白讲很夸张 为了自己的目的的时候会攻击别人 他一定会讲说那我不可能 你们这个太偏激了 不可能这个样子 所以我认为这个其实对郭董来讲 对他人生这段人生历程来讲 是很特殊的一段历程 特别是他在过去以前 他都是经营企业 你认为最后谁会胜出 是蔡董赢还是郭董赢 我认为郭董的后事不容小看 毕竟虽然说他最近 他一开始民调高 然后现在有点下滑 他下滑来自于说 其实是 其实他来讲是他自己讲太多话 那些太多话是 他认为我的判断是这样 他认为他讲这句话是大家买单的 因为他以前在企业习惯了 想看看开一开股东大会 或在鸿海内部开会的时候 郭董讲的话没有人敢反对 他决定说明年我们应该怎么做 没有人敢反对就是股长 但是他把他现在走出鸿海的集团以外 他也把以前的经营那一套 他以为他现在讲什么大家都会买单 他认为这个很对 就是说这个不用买武器 我们只要跟中国维持良好的和平关系 我们就不用买武器 我们就有国防等等 但是他不知道台湾的主流意思不是 绝对不是这件事 总经理坐起来你跟福晋顶上 福晋顶在舱门关起来 他说叫我叫我回来 两条路让你走 一条就是叫我回来 一条就是走路 等你吃自己 总经理拜托 郭董不是我不回去 这件事是舱门关起来 好嘞啦 但是就没办了 我是觉得如果郭董他真的要 会继续选下去的话 我觉得一个 为什么你讲这个话 怎么叫如果他会继续选下去 我这样讲 那个洪一兄 他从宣布要参加初选 其实他中间出国好几次 这次又到美国去 不管是去威斯康辛 为了他那个公司工厂 还是真的要去见川普 这就不谈 他其实在台湾的社会上 是消失蛮久的 他有没有真的开始起跑了 我觉得应该宣布之后 他会再做评估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 他从一个企业的CEO 要变成run for这个总统 他要先改变很多的事情 不要说 做法 处理事情的方法要更圆融 不是说我是一个一方霸主 我在电子业是一方霸主 我要这么做 我下面人都要听我的 你死了 我是出生了 如果是郭台湾你去做 他那里出生了一种 他那里出生了一种 他这种做法 肯定会跌跌撞撞 你刚才说 他说有媒体要 他说攻击他 或抹黑他之类的 我说一句实在话 你跟我说那是他自己说的 对啊 他说嘛 等于我说一句话 如果人家讲的不是事实 就告他 对 现在台湾社会就这样子嘛 或者是什么假新闻 假报道等等嘛 这是受社会公平的 对 那他要开始习惯说 因为你要参选了 大家都讲过嘛 你就开始被放大解释 建立建立 质赡还拿出来了 他以前我做过质口鸭 质口鸭 你记得吗 你用85亿的米金 你用68亿的米金质口鸭 我这样还没错 我还要伸17亿的 他就没了你 你听不懂 真的要拔這麼大 這是說話的概念 這是德州布克all in OK 你講這個都是他需要經過他的思考 他是真的要go for 他是不是真的要跑這個總統的初選跑到底 甚至未來可能是中華民國總統 這應該是中國內部 對於韓國瑜 對於郭台銘 不同的系統有不同的偏好 國台辦那個系統 大概是比較偏的是韓國瑜 那是因為跟我們的旺董有關 因為旺董跟國台辦的關係比較好 但是我認為郭台銘的層次 他就走的是中辦的系統 就中央辦公廳的栗戰書那個系統 所以兩個系統不同 那現在兩個系統可能也在找代理人 所以我覺得中國內部現在其實搞不定 加上他現在中美的貿易大戰又開打了 然後我們知道上個禮拜五 川普跟普丁講了很長的電話 現在有一個訊息是 川普可能要結合俄羅斯來對抗中國 是這樣 聯俄來自 那叫大事 那因為之前有通俄門的事情 所以普丁不太敢做 那個川普不太敢做這個事情 但是現在這個通俄門事情解決了 所以他現在 因為我們知道中國跟俄羅斯 其實表面上是什麼戰略夥伴關係 私底下其實暗鬥的很厲害 特別是中國的一帶一路 影響到了很多中亞國家 那是過去俄羅斯的附庸國 你等於是在我的後院在那邊佔領 所以你看前一陣子俄羅斯有60個城市 有這個大規模的反中遊行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情勢來看 中國現在已經對外已經是搞不定了 如果真的是美蘇聯合來對抗中國 就像當時冷戰時期 尼克森訪問中國想連中來自俗一樣 但是尼克森逃到中國去跟毛澤東見面 這個情勢整個大轉變 所以整個情況來講 對台灣是有利的 可是對中國來講 他現在第一個 他現在兩個人 郭台銘韓國瑜搞不定 第二個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郭台銘他接下來 他如果持續犯錯的話 因為我覺得他有時候會變成兩面不適人 現在寒天時報已經把 既然把郭台銘說是去親美 甚至說他搞台獨了 那郭台銘他又說不要跟美國買武器 卻被川普 他變成美國現在也不信賴他 因為郭台銘前兩天講 台灣跟香港不一樣 台灣跟大陸是對等的 他說要讓中華民國有一個國際空間 讓台灣加入WHA國際行政組織 你這個說才能聽一點 這就是台獨 你不是台獨也是獨台 也是華獨 所以他們出來 有人就說 郭台銘是藍版的蔡英文 這個話都出來了 就變成郭台銘 他被美國也不信賴他 司徒文公開罵他 他後來變成裡外不是人 我真的覺得政治太複雜了 不是這種搞貿易搞這個企業人 有些人回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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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來想像全世界這麼好 對 你看他那天又去坐了四輪飛機 全台灣人都看他坐四輪飛機 對 那那個貧富差距又出來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他選那個總統 真的很累 除非他有很大的壓力 那個壓力不知道是不是北京給他壓力 可是我覺得他會很痛苦 是徒文是有這樣說 對 沒有錯 好 那這是美麗小電子報 2019年5月6日就今天的 薩卡都 柯文哲23.4 韓國瑜31.2 賴清德30.3 賴清德輸給韓國瑜 輸了0.9% 這等頭打平 如果是藍綠而已 韓國瑜39.9 賴清德44 哇 賴清德贏4% 好 那柯文哲24.6 韓國瑜31.9 蔡英文27.8 所以小英會輸 韓國瑜輸多少 4%左右 對不對 然後如果是藍綠 韓國瑜39.5 蔡英文42.5 哇 蔡英文也贏韓國瑜喔 再來 如果是柯文哲 郭台銘 賴清德 那就是24.4 郭台銘24.4 賴清德30.4 贏6% 如果是藍綠 郭台銘34 賴清德45.3 贏11% 如果是桑卡都 柯文哲24.9 郭台銘25.7 蔡英文27.6 蔡英文當選 贏他大概2% 如果是藍綠 郭台銘37 蔡英文41.5 蔡英文會贏他4.5% 來 再請教一下您 你怎麼看這個民調 這個民調據我所知是這個代立安所做的 因為他長期在做民調 那叫台灣 以前叫台灣指標民調 現在是因為台灣指標民調因為這個經營的關係 所以後來就換成美麗島電子報接手在經營 那這個民調其實我看到是趨勢 就是說以韓國瑜假設國民黨是韓國瑜來講 他跟民進黨的差距越拉越小 甚至被超越 甚至被超越 被小英超越 被賴清德超越 對 甚至被超越 這是一對一的情況 如果桑卡都 其實柯文哲還是固定在那邊 大概就是 23 對 大概就是25上上下下 柯文哲的民調其實 僵固在25上上下下 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 那可是桑卡都的情況之下 一平我就不動產 一平就不動產 可是桑卡都的情況之下 看起來民進黨也有贏的機會 也有贏 不管對手是郭台銘或是韓國瑜 所以你從這個民調整體看起來 民進黨的選情似乎並沒有 之前大家看得這麼的悲觀 這當然可能跟最近這個國民黨這個內亂 還有我覺得民進黨開始 小英開始自己他的一些政績 尤其這個月五月份大家在報稅的時候 今天才五月稅 我幾個朋友已經報稅底稅報了 大家都跟我說 今年真的有感 今年真的有感覺 減稅 減稅真的減到他有感覺 我覺得這個就是 慢慢的這個政績開始 你報了嗎 我不會報 我不會報 議長報了嗎 快點去送一下 小確信 這個政績 每千塊都有 有啦 每千塊都有 讓大家會很有感覺 那再像蔡英文昨天講的說 今年下半年可能是台灣的一個經濟 或是說各種這個收割期 包含你看 台商今年回來 本來暗勝今年的目標是叫做兩千葉 結果現在四月底多過而已 已經兩千三百億了 已經超標了 再加上很多前瞻建設的東西 今年下半年沒有看到的東西 所以他那個執政的績效 慢慢的可以開始被看到 包含你看 台商今年回來 本來暗勝今年的目標是叫做兩千葉 結果現在四月底多過而已 已經兩千三百億了 已經超標了 再加上很多前瞻建設的東西 今年下半年沒有看到的東西 所以他那個執政的績效 慢慢的可以開始被看到 那現在的問題如果是 我覺得現在就是說 看起來民進黨選情 沒那麼糟糕的情況之下 也許啦 也許 這說起來孫政裡面是國家主權這件 沒錯 尤其孫總統這關 跟六都又不一樣 對 沒錯 沒錯 而且的確蔡英文他最近的台商的回流 是非常非常的大 連那個彭博社 現在就趁郭台銘還沒回來 對 就他不回來啊 奇怪啦 每天說要投資台灣不投資 真的啦 對啊 趕快 他在那邊投資多少你知道嗎 一兆一千四百億耶 對啊 拜託的 你不要多少 一兆回來我們就不得了 他那邊已經是一隻恐龍 要移動沒那麼快 這是大恐龍 所以當他參選他有被質疑 搞不好你移多少回來 就代表你多少誠意 其實我覺得隨著選戰繼續進行 很多各方面的質疑跟要求他 表態的東西會一直出來 對 那我們現在要每個月都要檢驗他 有沒有投資啊 例如說現在五月啦 六月份哪人投資一個吧 七月份北中南東各地 你看你怎麼落實嘛 那你就趕快來做啊 那我覺得他如果他 不要嘴巴說一說啊 你要拼親近 你要用行動來展現你的執行力 可是剛剛不是有講說他很多承諾都假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 你現在承諾你相信喔 沒有 沒有 資金到位啊 這錢進來啊 郭台銘接下來傷腦筋的是 如果最後三千兩百五十億美元的產品 全部課稅那代表什麼 代表包含蘋果手機都要課25%的稅 那郭台銘有辦法在中國繼續代工下去嗎 而且最近小英在網路的聲量 是大幅的增加 點閱率 那個不能騙人的 就點閱率他即便他這兩天去了一些 比較文藝的場合 就網路一出來呢 YouTube上面的那個點閱率都非常高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懂得去行銷自己的政策 不像他